概念就是三个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range 第二个criteria是这个人 他有没有出现 有的话就把这个旁边的时数加起来 所以这个概念要很清楚 不然以后你要使用这个三米斧 你会搞不清楚到底 他问你三个问题 三个问题应该怎么怎么去指向 我发现很多同学都这样 我用最近使用过的三米斧 第一个问题就是range range指的是 你要查的那个范围 所以一定是在哪个范围找找看 有没有那个人 其实那个人就是那个老师 所以那个范围的话 基本上指的是序泽二 里面的这个范围 请你再移到中间 找谁呢 找王庆禄 然后如果他出现的话 加哪一个呢 加一样是序泽二里面的时数 意思就是这边有找到的话 加这边 OK 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 他你会发现的时数是零 那不过等一下我会向下填满 只会向下填满 那这个地方特别注意 这个范围一定要锁起来 所以基本上把B3到B16按F4两下 因为我只要向下填满 所以列号3跟16前面加个前的幅画就可以了 然后C3到C16F4两下 然后打勾之后向下填满 那基本上你可以很快的 如果有参加的 那他就会自动怎么样 帮你把他的时数给带过来 如果没有参加就零 因为找不到的意思 OK 好 可是我们有两次研习 一次是序泽二 一次是序泽三 序泽三跟序泽二最大的差别是一次进阶 那时数的话改了两个小时 那有两个老师没参加 就是头跟尾这两个 那如果说呢 我希望继续帮我加 第二次的进阶 的研习时数的话 当然 你就是要再加嘛 所以基本上最简单的方法 其实可以这样 后面加一个加号对不对 然后把前面这个公式怎么样 复制起来对不对 C 因为当然你不用重做一遍 因为一样的地方 那只要改什么呢 改他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第一个你贴上之后 记得改什么 工作表的名称 有没有 序泽二改成序泽三 那 B3到B多少呢 差两个人嘛 所以减掉2的话就14 那一样是找B2的储存格 一样找王庆路 然后呢 工作表改3 16改14 特别注意 之前有同学发生错误是 我这边的 序泽三 主要是因为这边也叫序泽三 那因为之前有同学 他拖拉按卡住键的时候 他忘了改名称 还有呢 或者你改了别的名称 当然你改别的名称 你就要 这上面的名称 跟这个名称要match 你不要说 跟我打一样是序泽三 可是你明明那个名称就不叫序泽三 那当然就会出错 OK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把它打勾之后的话 两个就可以帮我们把它加 加在一起 向下填满的话 这样子的话 很快的 就可以帮你把那个沿席时数给加过来了 OK 那那个沿席时数之外 其实你也可以想想看沿席的次数 次数是说如果有参加就加一次 第二次如果有再加一次 那当然这里你可能需要 不过这个函数后面我们还会再提到 而且这个函数其实还蛮重要的 他跟那个samif长得有点像 他因为sam是加总 if是逻辑 那如果次数的话呢 次数加总几次的话 那又会有个count者 那如果要判断条件的话就if 所以会有个count者if OK 那comif他的位置在哪里呢 其实在统计里面 他不在数学 他在统计 统计里面的话会有个叫countif count if OK 他逻辑基本上跟samif很像 只是说一个是加次数 一个是加总 两个差别在这里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 你们会发现 count if 刚刚samif是一个两个还有第三个 第三个是加总嘛对不对 不过count if是怎么样 如果找到就算几个 OK算几个的话次数 所以我们来看 range的话基本上就选什么 一样选这个 这个 OK quiteera选谁呢 选这个老师 意思就是说呢 在那个范围里面呢 这个老师有没有参加 有参加的话呢 帮我把次数跟我讲一下 0的次数 那记得一样 把这个范围 按f4两下 锁列就可以了 按确定 那当然你第一个 有没有 有次数的他会告诉你 就是0的部分是他没有参加 1的话是有参加 那如果说你要再把次数加过来的话 其实刚刚逻辑一模一样 把这边复制一下 中间加号贴过来 把这个序责2 改成什么 序责3 把这边少两个 OK 打勾 向下填满 有没有 沿袭次数 就算出来了 所以你会发现李士远这个老师 有没有 他参加 因为他第二次没参加嘛 所以他就参加一次 OK 那还有呢 吴芳瑜 刚好最后一个老师 他也是参加一次 因为第二次没参加 除此之外 其他的都是两次 OK 应该了解这个逻辑吧 所以其实工作里面很多啦 不外乎就是 找到帮我加总 要不就找到帮我算次数 这个是最常用到的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沿袭的 时数的加总 那延伸出去会多讲一个叫Counif 这个是 刚好后面还会用到的 而且还蛮重要的一个函数 然后呢 最后做完之后的话 这个额外的补充 那最后的话 如果说呢 我们希望呢 最后做个VBA 我希望一键按下去呢 自动帮我把结果给输出的话 一键输出 还记得怎么做吧 清楚 一键输出 这里的话呢 其实这个VBA很简单 其实只是做一件事情 怎么样呢 把里面的公式 丢到除神格里面 帮我执行而已 OK 那前面好像讲过了 如何把公式丢到除神格执行 这个我想各位先试一下 待会再来看这个有关VBA的部分 试一下